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P的原创车评的互动问答环节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本田思域和本田行格这两个车的车评加对比的一个互动环节 这个车评对比上周已经发了 如果还没看的朋友可以回去重问一下 不算太长 三十几分钟 才三十几分钟 今天我们就单刀直入 我们来讲一些大家提出的 关于购车方面的 关于开车方面的一些问题 都挺有代表性的 这个车毕竟还是比较贴近我们广大朋友的消费的层次 来 这位朋友首先说的是 车评要看的不是配置单和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配置 而是去CS店短短的试驾试不出来的深度驾驶感受 和日常使用的特点 注重深度的长视频非常好 占一个 一开头念了一个占我们的视频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这些长视频能够真的帮到一些 持币代购的朋友 就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车的朋友 你自己当然是要去看车 是要去试驾的 但是我的车评毕竟我在试驾的时间研究这个车的深度上 确实是要比一般的消费者 应该说大部分消费者更深一点的 所以希望我能帮到你 这个是我做这种很深度的地毯式研究的车评的一个动力 如果哪天我的内容根本帮不到你了 你也可以跟我说默默的取关 当然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是因为看到我的车评有价值 然后来关注我们的 来多给一键三连 还没关注的现在赶紧关注起来 这位朋友说看完这个内容只有一个疑惑 手动挡和自动挡有什么可比性 其实这回的策划是比较特殊的 我都说了它既是一个车评又是一个对比 说它是一个车评就因为私欲和行格本质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款车 就是前后脸有点不一样 原先我以为他们内在会有一些看不见的差异 然后我通过认真的试驾可以把它挖掘出来 然后我就很厉害了 就告诉大家我发现了看不见差异 但实际上那天试完车了 我都给大家承认 我说以我的水平我真的试不出这辆车在底盘 动力方面有什么差异 当然你说一个手动挡一个自动挡当然有差异了是吧 既然它们机械调教方面至少底盘静音这些没什么差异 所以就更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车 来跟大家讲讲它CVT的版本表现是这样的 手动挡的版本表现是这样的 所以无论你想买CVT还是你想买手动挡 通过我们这一篇内容都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这是我做这个东西的出发点 所以可能有些误会吧 你以为我是拿手动挡跟自动挡去PK性能 不是这个意思 顶配的型格它的BOSE音响是什么水平 看B站测试的评价架极其拉垮 我不是专门评测音响的 但是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拿到一台型格的顶配 那台车是有BOSE音响的 但是我听了一下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音响不长地 我不算是一个很零的耳朵 但是一流的音响 二流的音响 三流的音响 就这三个档次我还是能分出来的 那这个BOSE我觉得就二流中间的水平 或者偏低一点的水平 就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BOSE做出来的东西 有多厉害那种感觉 就一个16寸的小轮辜 还要用马吉斯轮胎 本田也是抠掉极致的 刹车成绩也不怎么合格 讲究运动的日系车 还是马自达的用料后道 可是动力又差点意思 这是他的观点 我是认同的 马自达在用轮胎 但是马自达轮胎有时候也很吵 但是马自达的胎 在他们的操控上是不打折的 然后本田这个胎确实是拉垮 但是这个胎 尤其你买手动的 是必改的 一定要改 而你如果买的普通一个家用车 这个胎最大的拉垮点 其实是它的刹车距离太长 因为我相信买家用的 行格私欲的人 没有几个会真的拿这个车去 激烈的过弯 过到响胎 这样应该没几个人吧 但是急刹车的性能 其实是所有的家用用户都需要的 至于其他时候 其实这个胎 它的优点是很鲜明的 昨天晚上我还在开这个车 真的过那些马路上的接缝 过沟过坎的时候 这个16寸的胎 那种滤震 真的是很舒服 其实本田它很惊 它很鸡贼的 本田这么多年来 它都不会在它的车上用那些 大于同级平均水平的轮圈 就是同级普遍在用18的时候 本田可能会用17甚至16 最早期的本田雅阁 一直是在用16和17寸的 同级像军威那些都用到18 19的时候 雅阁还在用17 顶配17低配16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本田的工程师 对于中国路况 还是有他们的理解认知的 包括奥德赛也是 本田的减震器的调校 还有它用的轮胎 还是比较适合中国的 普罗大众会走的那种路况 它不会为了让这个车颜值高好看 而去用很薄的胎 当然行格的顶配用到18寸了 但是我开那个顶配的时候 我就正好就指出说 它这个18寸 有点影响这个车的行驶品质 18寸那个很硬 那个行驶品质是不好的 相反这个16寸行驶品质是真好 00后想买行格的手动档 有没有亲民的改装建议 我不知道亲民在什么程度 如果你是想1万块钱去改车 其实在抖音上我看到有很多那些 某某车1万元改装案例 你自己可以看 清单都老长了 改到这个车还有姿态档 还有这发光那发光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贬义 我觉得改装就是彰显自己个性 自己开心就好 你改这个东西装上去 自己看着开心 就是一个成功的改装 如果你是想拿这个车去发挥性能的 想拿它去刷刷赛道日 或者说跑跑山 我觉得对于行格来讲 最应该改的就是它的轮胎 第一步是轮胎 换一套半热轮胎 或者一套稍稍日常使用 但是偏性能一点的 像什么普利斯通R1003那种都可以 然后第二步是刹车皮 第三步是短弹簧 不一定要换什么脚牙避震 就换短弹簧就好了 这个是性价比较高的 能让这个车姿态降下来 过弯稳一点的 然后第四步换那个挡杆头 那个新勤健 挡杆头换成一个铝的 淘宝上一个20块钱都有 这几个弄好了 这个车其实开的感觉 已经会有很大的差异了 其他的就不算清明了 我们就不说了 邢格的6MT手动变速箱的手感 跟原先的大众高尔夫的5MT相比 5MT是很早的年代的大众了 但是那时候的大众的MT变速箱 真的手感是超好的 哪个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呢 一直在观望这个价位 能否买到一个秤新的手波车 大众那个手感是有吸入感 有一种很轻巧又很吸入的感觉 而行格的这个手挡呢 其实它是没有吸入感 它有一种推入感 就是你推的时候 你是在跟一个机械的阻力 在抗衡 然后啪 这个阻力被你突破了 啪 你就把它推进去了 行格这个推的力度 明显比大众以前那些要重 大众那个是你可以 比如说三挡到四挡 你是可以用这个中指 啪啪接着两下 啪到空挡 再啪一下到四挡 是你可以这样很轻松的 但是行格这个你中指不行的 你要握住它啪啪 这样几个手指这样抠下来 行格这个man一点 但是论机械的那种精确的质感 我觉得还是大众那个年代 什么Polo 什么宝莱那种手动挡 那个感觉要更加妙一些 你说观望这个价位 能不能买到秤新的手波 你不要观望了 现在你能买得到的几个手波车 开起来都算秤新 没有特别难开的手波 不说什么路特斯那些 现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必要去入手一台手动挡车 会成为平时驾驶的负担吗 接下来好多问题都是关于手动挡 我认为入手手动挡车 不会成为驾驶负担 反而会成为提升你的驾驶技巧 和丰富你的驾驶体验的 一个很好的一种调剂 当然如果你天天开的 就是十几公里的堵车道路 早晚早高峰晚高峰都是在北京二环那种路走走停停 那你还是别买手动挡车 那真的是累 真的没必要遭那个罪 但是只要你不是50%的路况都在堵车 或者30%以上路况都在堵车的话 那我觉得买个手动挡车没问题 像我自己开BRCS代步 我没有任何的压力 是吧 所以这个不会成为负担的 不用怕 有一点开起来之后 这个6MT的倒挡的挡槽是锁死的 怎么会出现不好挂5挡的情况呢 我在车评里头说了 因为它那个倒挡的那个挡槽 是到了5、6挡的那个槽之后 还要往右边去 打到头再挂倒挡 所以我说这个车在4挡上5挡的时候 你容易一往往头一拨 它就去了倒挡那个挡槽 然后就推不上5挡了 这个动作我当时在车评里头 我是停着车去做这个示范的 这个示范其实在停着车的时候 确实会卡 但是当车走动起来 准确的说我后来就去试了 是时速超过15公里的时候 它那个挡槽就会自动的卡死 会关闭 这时候你把挡杆推到最右侧 再往上推就是5挡了 你是再也推不到 到挡的那一侧的 所以这个我可以修改一下 当时我车评里头的那个说法 因为我现在反复开 反复开 确实没有卡 但是在我做车评的时候 它345挡确实会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车评的时候 我们那台车只开了600公里 才刚刚加第二箱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车 已经开到3000公里了 这个挡杆 我觉得应该是被我们磨合的差不多了 这3000公里里头 还跑了好几次赛道 暴力磨合日常磨合都有 所以现在应该是这个变速箱被我们磨滑了 就是已经磨6了 所以就不再卡了 我当时说那个卡档应该有一部分原因是新车 这个波箱射 所以我现在要收回或者修改一下我当时说的那个说法 这个卡档的设计呢 4上5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请问一下 行格在做测试的时候 一档升二档是多少千转 二档不能破百吗 为什么才比自动档的快了0.1秒呢 其实它比自动档快0.1秒 这个成绩我也很诧异 我以为能快半秒左右的 我具体的看了那个当时的时速表 在这里也说成抱歉 就是我们在剪辑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时速表直接剪到视频里头 其实应该剪进去的 我当时省片的时候省的不够细 我没有用那两个画面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画面重新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档掉转速起步之后 掉到红区6500转 这时候必须升档的 不升的话它立马会断油 然后很快的升档 这时候的速度是49公里左右 就刚刚50公里 然后二档再拉到6500转 它对应的速度我看了一下 表速是96公里 但是这个表速是比真实的速度要高一点点的 就96公里实际的GPS速度应该是93-94左右 所以二档这个车是破不了摆的 必须要再升一次档升到三档 对于手动档的车来说 每一次升档 就算你的操作再快 我们以后以前分析过很多这些加速线图 你操作再快 0.2-0.3秒都是少不了的 所以它中间一升二二升三 其实就已经没了0.6秒了 这个恰恰就解释了 为什么CVT的版本 它的成绩不会很难看 因为CVT升档的时候是没有断续的 它就一直保持着一个高转速 一直上去 它没有动力的中断 所以它可以省很多时间 其实不仅是百公里加速 即便在赛道上开 CVT都是能节约很多时间的 因为它不用换档 不用跳档 这个是CVT这种变速箱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以为CVT只是用来买菜 只是用来省油 其实CVT做百公里加速测试 和做赛道刷圈是很有优势的 只要它不动力打滑 只要它不动力持滞的话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手动档行格 并没有比CVT的快多少 然后这个还是挺专业的 我想看看1.5T的手动行格 在20-80公里的时速的时候的加速响应 就是那种挂上1档起步之后 刚入2档 眼神周围瞄一圈环境 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一脚油门下去 2档提速的那种感觉 强不强 因为手动档车 我一直喜欢把2档 当成是一个自动档来使用的 10-80公里这个速度区间里 都可以去使用2档 我很能理解你那个场景 但是我昨晚真的拿这个车 确确实去试了 2档是没有问题的 2档你从时速15公里 就一踩 这个车是能起来的 但是能起来那一下 不会说很强 但是是有力 车也不会发抖 去到3-4千转的时候 中段的爆发力就来了 这时候大概是时速是 3-4-10公里 可能更高一点 4-5-10公里 这个爆发力就来了 我发现这个车即便你用3档 3档时速20公里 你油门踩下去只要踩深一点 它的感觉跟2档15公里 那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会抖 有一点劲 但是你要等到转速去到3-4千的时候 这个镜头才真正的涌出来 但是用3档比用2档更好 因为2档它转速很容易扯上去 它2档时速去到80的时候 它已经是 应该是转速已经去到4-5千转了 这时候其实声音又大声 但是又没有很强的这种后劲 那感觉并不是很好 反倒用3档 3档你从15-20公里开始往上提 提到80公里的时候 它的转速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的动力正好在3-4千转的甜点 所以3档其实我觉得这个车 用这种开法是更加的从容的 但是2档其实都不错 这部车 所以你这个问题 我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台车是可以 2档在城区里面开得很舒服 不用经常去换档 甚至你2档拉到高转速5千转的时候 你收脚油 它也不会有那种拉扯的感觉 1档也不会拉扯 这个车那种收油放油 收油踩油那种平顺度 是做得相当好的 行格的手动档有运动模式吗 你别说这个问题我当时还真的看过 我开着开着就是有运动模式吗 看一下是没有的 什么手动档的车会有运动模式呢 本田Type R 就是那种真正高性能的手动档 它就会有运动模式 因为它发动机在开发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极组的电脑的程序 然后下面有朋友神捕刀说 手动档的运动模式全在你的手和脚上 我说得非常对 然后下面这个说 你档档6千转换档 比任何自动变速箱的运动模式都要运动 还要什么运动模式 也说得对 手动行格有Riff Hang吗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Riff Hang 这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在上一集的BRZ的车评里头 也有人问到Riff Hang这个问题 没有在我们评论区问 但是其他的车友讨论区 有很多在讨论Riff Hang Riff Hang其实是一个程序 就是当你把转速拉上去之后 你要升档了 你一踩一下离合 这个转速不会立马掉下来 它会稍微给你保持一会儿 然后再下降 这个作用有什么用呢 就一方面它会让我刚才说的那种 我升一个档 然后我收油的时候 它不会那么顿 就转速不会马上跳跃 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就是 在你升档的时候 你不用非常快的去升档 你不用怕那个转速一下掉到很低了 然后你再升完档了 你再接回去 这个转速会一下子又被你扯回去 有扯这一下的动作的话 那个车升档就会很顿 但是Riff Hang呢 有了Riff Hang之后 你升档可以用一个正常的节奏 比如说一声二就 接上离合 接上离合 就这种感觉 我说就是那个档位 就油门踩 踩 踩 然后松 离合踩下去 卡卡 然后松 具体的卡卡 这样的换档就可以了 你不会说 你不要用这种 你如果用这种 这种节奏的话 有Riff Hang的车 你一接上离合之后 你会把那个转速从4000转扯到3000转 你会把转速扯下来 这时候这个车会有一个顿挫 而且会损失时间 所以有Riff Hang的车 快速换档是会慢一些的 但是有Riff Hang的车 你日常用日常的节奏来换档 这个车是会平顺一点的 手动档型格是有Riff Hang的 还挺明显的 新的BRC也有Riff Hang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确确实实也有 我在新老两个BRC上面 还真的去对比过 新车确实有 但我觉得这些就是 新一代的手动档车 他们希望给大家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有更好的体验 更顺的一种感觉 通过电控 通过一些很精密的转速的控制 不知不觉间 无形当中去帮你一把 让你开得更加爽 更加顺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当然从改装 从压榨性能的角度 这个东西可能有点碍事 那就留给那些写电脑的朋友 去把这个东西破解 什么之类的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新手朋友 问的问题很长 他问的其实是 讲这个手动档的型格 它的半联动 离合半联动的宽容度有多高 起步的时候 离合器是不是快速丢开 它都不会顿挫 不会熄火 我试了一下这个车快速丢开 顿挫还是会顿 但是顿的程度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这时候 电控是会帮你去调节油门的 这个车确实你能感觉到 油门在悄悄的帮你去控制 甚至你在一个平路上 你不踩油门你就去放离合 按理说以前这种汽油的小轿车 你放离合是很容易熄火的 你要有一个黄金右脚慢慢放 才能不熄火 但是这台型格其实你可以 慢不精心的放 它也不那么容易熄火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在你说的宽容度上 它确实是做的不错的 这位朋友说 它以前开的老车什么的 这个就很难做到平稳起步 确实现在新车它的油门的电控 会悄然无声息的去帮你 所以这就是新的手动挡车 跟以前那些车不一样的地方 偶尔开车开自动挡的车也比较多 但是今年或者明年打算买车 想试试手动挡的魅力 现在在纠结时代的两箱手动 和行格的手动之间选哪个好 个人是薪水时代的两箱的外形 就上一代的两箱版 它是有手动的 但是听说行格的NV取 和行驶品质相比时代是有提升的 可以分析一下吗 另外长途自驾开手动会不会很累人 我先说上一代两箱是愈合 这一代的行格 行格的优势在于 它NV取确实要好一些 底盘的舒适性要好一点 如果你买这个车 完全不改底盘的话 新一代的底盘舒适性 比上一代更好一点 还有就是这一代行格的发动机 是比上一代更好的 它是一个双向的VTEC 所以它的后镜明显比上一代好 最后的那一千转 那个后镜是明显比上一代好的 然后上一代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两箱确实年轻漂亮 第二上一代的两箱版是有高配的 它有一整套的高配 车厢里面的很多好的配置 车厢里的用料 座椅的那种配置都要更高 但是这一代的行格手动 是一个全乞丐版本 所以上一代给人感觉就是 坐在车厢里面生活品质要高一些 然后长途自驾开手动会不会累人 大概率不会 但是小概率你碰到长途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堵车 那就真的是累人 如果你是在山区的高速上 还要斜坡起步那种堵车 那就真的是累坏了 当然这个手动行格它有那个Auto Hold 它也不会溜车 但是长时间开着高速长途 一天开8小时10小时 中间还要堵两个小时车 真的你从这个腰椎一直到膝盖大腿 你整条左腿都是酸的 但是换个角度说 我们在开长途的时候 如果你开个自动挡的话 我觉得那个动作是很僵化的 但是你开个手动挡 你偶尔换换挡什么的 尤其开山路的时候 你全身是在协调的运作的 左手右手 左脚右脚全身都在动 这时候是不是能够缓解一些疲劳 然后上了高速之后 只要你这个车有定速巡航 当然手动行格是没定速巡航的 只要你这个手动挡车有定速巡航 上代思域就有 开着定速巡航挂个五档六档 无差异跟自动挡的车开高速没有差异 是吧 就这样一个情况开长途 连续两条首播片 而且我刚才回答了那么多首播的问题 谢谢YYP希望更加坚定的 趁着最后的机会争取入一台86和BS 好棒棒的 希望你早日圆梦 这位朋友是问到行格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了 还是我上次问BRC的 现在就决定了买个行格做周末的快乐车 工作上班车 女性也会开 试驾中他感觉到最后1000转又突然发力了 这个是VTEC吗 我跟你说这就是VTEC 然后中配的豪华版配的是 Edvan Yokohama的DB静音胎 就是老款BRC的垃圾静音胎 我太熟悉这条胎了 有没有落地就换胎的必要 我觉得也没有 开一段时间先 这个车在行格上的静音 其实在不同的路面上是不一样的 要看看你所经常上下班开的路面 它的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这个胎就很吵 你就把它换掉 实际上这个胎的操控的响应还是不错的 只要你不觉得很吵 这条胎的抓地操控反应 应该是没有说必须换掉的必要 然后最后是问的是发动机 地球梦大家也叫做鸡碳梦 这个发动机和CVT日后的维护需要注意什么 鸡碳这个问题 本田的发动机其实很好解决的 用我拥有了几年奥德赛的经验告诉大家 就是加靠谱的燃油添加剂 最好是每箱油都加的那种 像我们家小店卖的安索AGA 我当时用奥德赛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开了两三千公里的时候 那个车开始抖启动困难 我就立马去用安索AGA 然后后来一直在用 要倒并除 用了之后 那个车就没有再抖过了 真的一次都没有再抖过了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就证明了 长期用燃油添加剂除积碳的这种 是能够保持这种本田地球梦发动机的 应该是能够控制它的积碳 不会那么严重的 然后CVT是没有什么好维护的 就按时你开到具体是多少公里 10万公里还是多少 换变速箱油 这个我没有去查证 反正按照厂家建议来维护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本田的CVT耐操吗 能不能分析一下日系三节 各家的CVT的优劣和特点 日系三节就是本田丰田和日产 其实日产的CVT我认为是比较有技术特点的 因为他们传动比是一代比一代宽 日产一直在追求把CVT的传动比拉宽 这意味着它全力加速的时候 它有更强的加速性能 然后它在轻轻油驾驶的时候 它有一个更小的最终的传动比 它可以让转速降得更低更加的省油 日产照这个东西相对它会比较有追求 去追求技术性能 然后两田丰田本田的CVT我觉得不过不失 你要我说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印象 我真的说不出来 就是正正常常 CVT的特质他们都有 相反还有一家品牌日系的你没有提到的 我认为它的CVT是做的比这日系三强都要好的 就是斯巴鲁 斯巴鲁的CVT 油门的初段做的特别的响应灵敏 而且开起来它跟发动机的匹配做的特别的合拍 因为本田它是用CVT来配涡轮机 丰田有配自吸机 这时候你感觉到更多差异是发动机的一些特性差异 但是斯巴鲁那个 就无论它配它什么发动机 但斯巴鲁现在都是自吸机多 它自吸机配CVT它也能做到地脚油门 哇 那个车像一个大排量这样扑出去 然后在行车中你轻轻踩油门 垫下油门它有很好的这种响应性 这个在CVT上要做到真的是不容易的 但是斯巴鲁的CVT是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一直就是对斯巴鲁很有好感 斯巴鲁真的是做CVT的高手 我一点都不会去吐槽说 斯巴鲁你怎么这森林人 怎么说运动你用个CVT 怎么CVT还说什么运动笑话 我从来不会说这种话 就斯巴鲁的身体只要去开它 CVT的版本你都会觉得它很好开的 好 下面是关于一些竞品车的 手动的马三和手动的行格 操控方面有没有什么可比的呢 马三的马力参数比行格要少很多 乐趣方面会少很多吗 手动马三是1.5自息的 确实动力会弱很多 但是其实从驾驶质感来讲 我觉得手动马三更好玩 一个是它车更紧凑 第二个马三的底盘转向 确实比行格要更加的凌厉 更加的像一个运动车 马三整个驾驶氛围都更像一个运动车 所以这两个车你要我挑一个天天开 我会挑马三的 但是挑一个家用的话 可能行格后座舒适度这些会好一些 操控方面如果你要激烈过弯 要去做什么蛇行穿装 要去刷赛道 就拿这两个车的原厂来比 马三还真不一定输 虽然它的动力小那么多 但是它的底盘可以掰回来 如果你只看操控的话 马三一定是好过行格的 因为行格原厂那个胎太拉款了 请问NYP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买思域行格好还是买昂克赛拉好 这两款车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吗 其实上一个问题我已经说了 马三的底盘转向操控 这些会更紧致一点 更像一个运动车 思域和行格它更大一点 像个家用车 但是有一点对年轻人来讲 你是要考量的 就是 家用取向的行格思域 它的改装潜力是无穷的 但是运动取向的马自达 它是没什么改装生态的 你要改改马自达的话 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改的 所以从日后玩的角度 入本田坑 好过入马自达的坑 跟国产的新的A级车 相比机械素质方面 和内在的产品力方面差异带吗 内在产品力 我觉得中国品牌的A级车 在比如说车厢的做工质感 在一些人性化配置上 甚至在安全配置 或者实际去碰撞的安全性方面 其实国产的这个级别车 越来越呈现出能够压倒 合资车的这种表现 你看像吉利系的车 像一些长安系的车 奇瑞的车 他们在各种的测试里头 这表现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算是产品力吧 然后机械素质方面 我觉得NVH 很多国产的新A级车 好过这个私域型格 还有在轮胎的性能上 国产的一些高配车会更好 我举个例吧 像吉利的新锐这款车 2.0T 可以高配车型也就15-6万 也就跟这个行格私域的高配车型是相当 但是新锐可以给到你2.0T 然后非常好的轮胎 非常好的CMA平台 安全配置这些都很高 车机这些玩爆 所以我觉得国产A级车 如果你挑一些尖指声的话 其实我认为产品力和机械素质 都是要好过私域型格的 好 这个是问他操控了 这个价位 国产车目前或者未来 有操控好的轿车吗 还真有 首先私域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多国产车 出了之后都说我要干私域 哪些说干私域 以前明觉6说要干私域 但我认为讲明觉6底盘 是可以干一干私域的 但是驾驶的协调感 动力匹配车厢这些 包括改装生态这些很难干私域 但是最近有一个车 我觉得它干私域是成功的 就是广汽传奇的引爆 引爆这个车 我们在赛道上拿来跟私域 但是上一代私域去PK过 它的圈速是在我手里 它是能够赢原厂的私域的 后来我们买那个引爆轮胎还升级了 圈速更快了 我觉得引爆的操控 其实跟私域相比是不同的取向 但是真的不能说引爆操控比不上私域 两个车的调校有点不一样 还有我最近试的长安Unit V 我认为它的底盘又在引爆之上 Unit V的底盘那种稳定感 它更接近于私域 但是它的极限比私域更高 所以就拿原厂来讲 Unit V的操控是在私域之上的 还有我刚才举例 比如说新锐的CMA平台 它过弯操控也是有很强的功底的 包括领克的03 在过弯操控上其实不能说比私域好 但是肯定是在同一个水平的 大家的特性有点不一样 所以国产车目前就是有能够跟合资车 能够跟私域去在操控方面 去相提并论区抗衡的产品是有的 想问一下YP 这个问题是得罪人的 结合你从业十几二十年的经验来看 广本东本的做工用料 底盘发动机还有摆车故障率 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吗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广本比东本好 但是具体的东西比也比较模糊 这问题得罪人 那我如果说东本好 我如果说广本好 那都会得罪人 不只是得罪厂家 还会得罪一些客户用户消费者 但是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信息告诉大家 就这些年我试过好多这两家的孪生车 我真的是试不出什么很明显的差异来 包括在拍这条片子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 东本的爱立森和广本的新奥德赛 这两个车的同场PK 这两个车我坐进去摸起来开起来 除了配置有点差异以外 在机械水平上做工用料上 我真的感觉不出是两家不同车企的产品 就是本田的车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你如果一定要我说差异的话 我记忆中我能想得出来的 就是2019年东风本田的 Inspire就因斯派那一次中宝岩的碰撞测试 A柱弯折导致平分比雅阁低 这是唯一一次中宝岩同时做了雅阁和做了因斯派 这两个孪生车 而做出来是有差异的 本田广本是要好过东本的 就那一次确确实实东本是被比下去了 那自此之后我们也很难再找到两个孪生车 同时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比较 可以比出差异来的 包括一些性能测试 你也很难比出差异 这回我做的性能测试 是吧加速刹车 两个车都是刹车 你看跟CVT手动挡没有关系 就跟底盘有关系 结果刹车两个人做出来 那个刹车距离同样的轮胎 就是只差那么零点几米 那你说这两个车 造车的一致性是不是非常高 标准是不是执行的很精准 确实是 但是2019年那次 因斯派拿了个低分 广本拿了个正常分数 怎么解释呢 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我真的解释不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 所以这个问题我唯一知道的 就是这个了 跟大家合盘拖出 完全完全拖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保留 好 丰田本田这些品牌的孪生车 是为了占领市场吗 答案是的 国产车逐渐发力 合资品牌还有必要这么做吗 电动化之后 孪生车是否就不复存在了呢 其实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做孪生车 就是一个车型 如果只给一家车起的话 它的渠道就是中国一半的渠道 而给两家车起的话 它的销售渠道就翻倍 在中国市场卖车 中国是一个复原辽阔的国家 渠道力是非常重要的 就很多人买车都是 家里方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有什么品牌 他们看车的时候就去看什么品牌 然后最后就买什么品牌 如果他在选择东本广本的时候 东本的电就在我家门口2公里 广本的电在我家门口10公里 那他肯定会优先去选东本的车 他的选择东本的概率会大很多的 那这就是要把你的网点铺的尽可能多 尽可能密集 你的销量就一定会上去 丰田和本田这两家大概在七八年前吧 开始做这个孪生车 然后做了一两代之后 你看着他们的在中国的在华销量 就是哗哗哗的往上涨 每年30% 40%这样往上涨 真的就是他的产品力 涨得这么厉害吗 产品力升了这么多吗 不是的 就是他的渠道布得越来越密集了 所以渠道力强了 卖车就多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包括现在的魏晓李这些新势力 为什么他们特别强调 他们要建网点呢 像理想为什么卖的多 理想的网点是新势力三家里头 网点布的最密集 最多最快的 所以只要你知道了这一点 你就知道 孪生车其实不是出于产品的考虑 而是出于渠道的考虑 东本有这个车 广本也要有 但是两家又尴尬 消费者分不清谁是谁 那就搞点差异 取个不同的名字 有心思的话 前脸后灯改一下 没心思的话 那么改都不改了 直接就换个名字就算了 是吧 所以你说电动化之后 孪生车还会不会有 我觉得只要他们想多卖车 他们想把这个车填充到两家的渠道里头 就还是会有这种孪生车 但是 是不是孪生车就一定要有不同的名字呢 倒也不见得 我知道丰田新的那个 BZ4X 那个电动车 它在广风和一风的渠道都会叫这个名字 只是后面那个标 一个标广风 一个标一风 那这个就头疼了 消费者怎么分 是吧 这是他们日后自己去考量的问题了 好事好了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也是在我们工作号里头 点点赞数或者被点踩数很高的 好事好了 但是加速能力被出租车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情何以堪 我是这么回应的 我说有个事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快过出租车才有优越感呢 真的是啊 你开个车 红绿灯起步被一个出租车甩掉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呢 不是吧 出租车人家是 人家是在为生计在劳碌 为生计在拼时间 就是玩两餐啊 对吧 那人家要跟时间赛跑啊 这个可以理解 不能情何以堪 只是说以前出租车 都是杰达桑塔纳的时候 他们的车性能不好 他们还是手动挡 还要换挡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起步快 不过你现在的出租车都换成电车了 那电车随便一搅 他就飙出去了 你开个油车你还真跟不上他 那只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差异嘛 就现在大家那些出租车 他们去为生计去抢时间的效率更高了 我觉得由衷的 为这些出租车司机群体感到高兴 我不会说情何以堪的 是吧 大度一点 就是体涮一下这个劳动人民 出租车司机也是劳动人民 他也不会去跟你比你的车好 还是他的车好 不会的 所以不要有这种优越感 这一个问题 我还把它选出来了 为什么要买小鬼子的车 鬼子赚的钱也是弄来什么什么中国 我后面这个回应呢 其实是回应的很好的 但是我不念了 我们把这个镜头定格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因为有些字可能我念出来不是太好 大家看吧 好吗 嗯 看完其实这个问题 我就想这么跟大家讲的 这是关于一个反日或者仇日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朋友说 我就是不喜欢日本这个民族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关于日本的一切东西 所以我不会买日本车的 这完完全全是你的自由 你有权这么做 像我们现在中美关系交恶 有的人说我就不买苹果的东西了 这完完全全是个人自由 你要买也行不买也行 我不能说因为你还用这个苹果手机 我就说你干嘛中美交恶了 你还给美国人送钱去 让美国来制裁我们 来弄死我们中国 不会这样吧 对吧 我们绝对不应该去忘记一些 我们要记住的历史 但是那都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 就在买车这件事情上 其实就是一个消费选择 就跟你买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是一样的 而作为我 我特别想跟大家讲清楚我的态度 我是一个职业的车评人 评车人 在我的工作里头 只要中国市场有售的车 只要它是有人关注的 我都是希望去评的 日系车现在的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具体百分之几 百分之 他十三十差不多一个 因为我没有具体的没有去查 这个数据也很容易查得到 大家小伙伴如果能查得到 在弹幕上刷一下帮我一下 就是日系车有一个百分之二三十的 市占率的情况下 有那么多人在买日系车 难道我YYP我就说 我抵触 我这个不测日系车 我来表态 我是个中国人 我不测日系车 我不做日系车内容 我认为这个对我来讲 对我的职业来讲是不职业的 它也是会让相当多的一部分的实际的真实的消费者 会对我感到失望的 是吧 所以我就是很简单的 我在评车的时候 我就是看 这个车有人买有人关注 市场上有需求 然后有战有率 我就会去评它 在评车这件事情上 我是不希望去关联到这些什么各系 各派系 然后我去立一个牌坊 哪个系的车我不评 不应该这样子 当然你说如果有一天搞到 就是真的 完全某一派系列车 站在我们全民族的对立面的时候 我一定是跟我们的家国民族人民是站在一起 这个是永远一定的事情 好了 不错 YYP终于回归到客观的评测上了 好像我以前就很不客观是吧 当然我知道最近对我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我都会听都会接纳的都会反思的 但是在客观主观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对我们有误解了 其实这几年我真的不说我在做客观测评了 因为我们的车评还是要提供信息之余 还是要给予大家观点的 我车评里头有很多我的个人观点 而只要有观点它一定是主观的 我下面回复了一段话我是这么回答 其实只有数据是客观的 还有这些信息这种东西是客观的 实测的数据它是骗不了人它是客观的 而观点其实都是主观的 无论你什么我对这句话负不负责这些 你都是主观的观点是吧 那只是当你在试的车足够多了 积累多了 主观的观点就会变得更全面更严谨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做很长的视频 因为我的很多观点要表达全面细致 我才能对我的用户有所交代 就即便是主观观点 我也要把这种观点放在不同的场合下 它的成立的条件 要把它说得精密一点 尽量不要给大家一些误导 或者说给人一些断章取义的机会 那主要是我不希望大家听得 就是半懂不懂的 然后有些人又直接耍聪明说 懂了是什么什么意思 结果那句话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 我特别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我还是希望把我主观的意思 给大家给说清楚了 所以这是我可能有时候说话 会啰嗦一点的一个出发点 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我并不是为了防杠 防杠是我一个很次要的考虑 我主要还是希望把一件事情解释清楚 现在看你的视频压力越来越大了 我知道他说压力越来越大什么意思 因为越来越长了 那我下面回复是开车蹲坑吃饭都可以看 对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干饭的时候就开着来看就行了 开车为什么我说可以看呢 因为我不主张你开车的时候立了一个屏幕在看 这是不对的 但事实上YP的车评其实你用听也是可以的 我基本上不会在车评里头去演示一些动作 说你看我现在这么做很少的 我都是把那个东西描述给你听 所以你就连这个蓝牙把手机放在这个无线充电座上面 你不要看手机 你就专心开你的车听着我的蓝牙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知道这样子呢 因为我爱看摩托车里头小柄哥的测评 它也经常是40分钟50分钟的摩托车测评 我基本上就是把它连着蓝牙再听 我都不看了 所以我觉得听评测是可以的 蹲坑的时候可以看 但是蹲坑时间不建议超过10分钟 你可以把我一个车评分一个星期来看 每天蹲坑的时候看10分钟 反正我的更新频率也就一个星期 甚至更长一点才更一条 YP结尾那两分钟听到你说玩车的人应该谢谢广本 那你在下一期问答的时候能不能现场来一段 听我说谢谢你感谢有你温暖的四季 我知道你这首歌是哪首歌 我知道 但是我不会跟着哼的 我不会中你的圈套的 因为下面我说了 那得让厂家来充值 我唱歌很贵的 我唱歌比我拍汽车内容贵多了 呵呵呵 主要是唱的难听 好了OKOKOK 玩笑就开到这了 这期的这个问答也基本上到这了 很高兴这样跟大家互动 还是每次我们车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预报一下 接下来我要发的车评是宝马的iX 是一部卖到80万的宝马的先锋型的纯电动车 那部车非常特别 也会有一个很详细的车评跟大家去交流 然后大家喜欢YP今年的这个超深度 详细车评的话呢 你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给我点赞啦 评论啦 关注啦 收藏啦 其实B站还有很多玩法的 是不是还可以给我充电呢 据说充电才是最牛的 我们一键三连都还不是最牛的 充电是不是得真金白银花这个 我不知道啊 大家也教教我 我还是个B站的新人 所以现在说这些什么关注点赞收藏 每次说我都会咬舌头都不是那么溜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在这里慢慢的安家 把大家喜欢看的内容给做好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今天就这样 谢谢大家了 拜拜